哈喽大家好 我是光元素史王大和 之前网上流行过各种各样的荧光棒玩法 有个韩国小哥就为荧光棒做了一个发光泳池 我觉得有点意思 但是他那个泳池做的吧 不够大 就是那么几根荧光棒 那叫荧光泳池吗 就几百根 不值一提 我今天买了5000根荧光棒 就要在今天晚上做一个超大 超豪华 超好看 beautiful的发光泳池 那么首先第一步 等天黑 那么现在是晚上八点 我们准备开工 时间关系我们刚刚已经把水放好了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荧光棒 哇哦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童年的感觉哟 接下来就是把4999根荧光棒 掰开放到泳池里面了 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买的荧光棒了啊 大概就是 这个样子 哦爽 哇好 一次一次摆这么多 我天哪把灯关了 给各位也看看效果 哇 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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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那么你以为只用这些吗 当然不是 来往这儿看 这里是整整5000根荧光棒 55000的国际化 我知道在看我视频呢 有很多是外国有人 外国有人呢 希望可以给我的视频在公屏上面打一个1 让我看到你们 并且呢也希望各位呢 可以冲着这5000根荧光棒 和这么大的一个泳池的份上 给我点个赞 让这个视频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 能够被更多的外国人看到 以后呢就会在他们的营销号里面呢 会有一个 帮中国小伙买来 那么 造起来 哇 这花花绿绿的 感觉一会儿 感觉一会儿把灯关了会非常的好看 爽啊 天 那么现在呢 就5000根荧光棒 まあ就已经全部入水了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跳进去 点赞 加关注 哎呀呀呀 第二遍 我先游泳 认为这个帅了 这阴光泳池呢 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丁脱西湖的漂亮 实际上呢 如果你真的你在里面躺着的话 就是这个泳池如果不够深 你会非常容易被这些 阴光光磕到 比如像我 就现在磕得屁股 我们来 练游泳 为什么游不动啊 如果 点赞过十万 下一期我就出我8种的教学视频 说不定希望黄就在这两包里呢 卧槽 我 讲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选之子王大和 牛市王Clackers Pack 2020 终于来了 这个CP20的盒子里 元素史诗级加强啊 还有星光级文字版本的白碎希望黄货铺 看来没越来越会赚钱了 为了证明我王大和是天命欧黄 这一期视频 我花一顿早饭钱买来了三盒CP20 如果这都开不出来希望黄货铺 那我就把天命欧黄的名号吹给阿图 等我点字啊 小公鸡点到谁我就选谁 啊就他了 这个CP20盒子里面一共有五个闪位 星光级希望黄不占闪位 但是一箱里面呢只有两张 如果我三盒就开到了 希望各位可以给我天命欧黄一个面子 吹一下饭就行了 哎嘿嘿 洗手包蒸起 鸡块再利用 敌锡警报No.3 这一波No.2算是不提了 鸡块测试中生代化石骑士 第一波啥子都没得 这一盒必他妈出好火呀 第二独角精干燥鸡块复血鸡块 这一堆一堆的鸡块 能不能 哎啥的元术网络 元术最强场地 就说四盒里面才能开到一个很强 什么叫天选咱咱 第二包就回合了 那这要是再开到个希望黄 我看还有谁敢说我不是天命欧黄 等下一包啥也没有 再来No.2 新生代化石骑士No.3 哎呦 油耳的化石融合 化石卡组的核心卡之一 我刚好想组一套化石来玩 想要啥来啥 这他妈就叫运气 铝带车 提醒警报 超胜负 机块测试 暗黑之魔再生 得这一包就算是白给了 但是没关系 星光界希望黄的们就在后面 高小车卡企鹅 计量机矿雪暴狼 卧槽 U2的CNo.1 虽然不怎么赚 30块差不多还可以 花扎就是霓虹的斗机主 余晖 中甲白熊 哎呦 ASR的充电机块 那这个闪妹掠腿 下一包No.4 这回No.1到4就齐了 这个机块原型是啥 哎有没有人知道哎 再来 这回是什么 321走 卧槽 CR收藏价很贵的醉饭是龙 有一丢丢猎腿 不过这个CR貌似也是新骨 看面上多下了一层 星光一样的闪磨 我觉得比原来的CR 要好看一些 我们第一盒虽然没有出 星光界希望黄 但是我们出了元术的场地 不腿 有了第一盒的开门红 我已经能感受到 星光界希望黄的存在了 就在这一盒里 洗手包 折断机快 高小抽卡 好的没有抽 接下来我们搞快点 两包两包开 雪包狼 几两几块 几块测试 这次骂呀 封面怪出来了啊 UR的古生带滑射骑士 打点和效果都不错 只可惜白赛甲 虽然没有第二包就出 星光界希望黄 但是后面还有好多好多扇位 有机会再利用 扫除几块 中生带 这包啥也没有 标本 新生带 No.1 No.4 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CR的CNo.1 比上一盒的范石龙肯 长太多了 这个卡图在光线的效果下 简直不要太好看哦 复血几块 折断几块 干燥几块 哦 又有一个UR的化石融合 这个运气可以的 前面这几个闪位出的卡都还不错 这要是在了一个元素的场地就好了 诶 这个是SR的几块的场地 场地是场地 就是唱了十万八千里呀 诶 扫除几块 干燥几块 哇 地狱蝉王 这个奖No.3终于出现了 SR的地狱蝉王 价格不高 但是对于No.3收藏来说 意义非凡呢 现在这五个闪位就都出完了 就是看这个样子吧 这盒要投养 唉 那也不一定啊 星光剑希望活不差啥位置 说不定希望活就在这两包里呢 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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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出货了 我操 这个他妈 白岁的星光剑文字版希望活活破 瞅瞅 天命欧皇 这波我真的是完全没想到啊 来 给大家看看科拉美为了发行这张卡 特地创造了另外一种 你们能看懂吗 嘿嘿 反正各位想消息的朋友 已经把天命欧皇的司机打在了宫廷上 而且还给我点了个赞 多费可态 幸苦看喝 也就是说他是No.39 希望皇后 哈喽大家好 我是西纸勇士王大和 今天 我们这期视频的主题是 西纸兄弟 又来了 但是 我要做一个王室独创的 西纸盔甲 全往唯一一家 只要用敲好的西纸硬板 就可以得到一个 坚不可推的 西纸盔甲 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制作好我们需要的硬西纸板 开始 看到这个第一块西纸板甲 就算是全好了 然后呢 就接下来呢 就是需要把这一块西纸板甲 敲的坚硬五 哎 我终于敲出了第一块板甲 听听这个声 这个脆 哎 哦 抗过了 只是表面有一些轻微的凹痕 实际上呢 完全没有任何伤害 那我先尝试着把他们给打孔 看看能不能穿起来 这个西纸盔甲的难点呢 我觉得不在于我们的西纸敲成一块板甲 最难的点在于我们如何在这个西纸上面打孔啊 因为这个西纸的板甲 它已经非常厚度一个厚度了 所以说每一块这种甲上面 我都要在四个角打成四个孔 这个难度你就可想而知了 哎 这两块板甲 就在我这个鬼斧神功的作用之下 就成功的摔到了一起 哦 总的来说 我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 我刚刚在敲这个甲的时候呢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做一个黄金甲呢 我先看看怎么才能做金甲啊 如果我要做金甲的话 得买那种实用的金箔 那种叫做纯金 然后呢 如果真的要打造那么一身金甲的话 怎么地也得万把块钱吧 如果咱们这期视频点赞过一百万 我就做一套黄金甲 那么现在呢 锡纸盔甲就算是彻底完成了 我的锡纸盔甲呢 主要有身前的板甲和背后的板甲 包括我们的两块肩甲 很方位防御 非常的坚固 本来呢我是想在这里去测试一下它的坚固程度 但是呢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那我也担心穿着这么一身出去呢 会下到巡逻的物业 我们明天白天测试一下这个锡纸盔甲到底有多么坚固 那么为了测试这套盔甲的抗打击能力呢 我特地准备了这个西瓜 一会呢缩在这个盔甲里面 然后呢我会用水弹来测试 到底能不能穿过这套盔甲 对这个西瓜造成实质血的伤害 好的来我们准备一下 准备开始 千疮百孔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 经过我们的一般实验呢 继续盔甲外侧已经破了 但是呢我发现里面 它只是有一层微长细微的凹痕 并没有对西瓜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而且没有打穿 这个锡纸盔甲 拥有比较强的防护能力 哎呀啊啊 扎手啊啊 我们特地买了一个榴莲 通过榴莲上面的尖刺 对这个盔甲和西瓜造成的实质性伤害 来模拟锐气损伤 哇 西瓜完好无损 那么结果我这两种攻击方式的测试呢 被盔甲保护的西瓜完好无损 保护效果刚刚的 被榴莲攻击的盔甲也只在表面形成了无数的细小凹陷 甚至连表面第一层都没有打开 说明这个东西非常的强 虽然这个盔甲目前是承受住了我们的测试 如果本期视频点赞过50万 我们下一期视频把它带到合法的射击拔场里面去 测试一下实弹对于这个西纸盔甲 到底能够造成多大的伤害 信口开河 全网最有盘面的开箱测评节目